我看你的纯粹是刁难我们 啊 纯粹 能不能约你一个搅和的吗 我看我搅和的 那不是你搅和的 你不是说你家做那事好吗 左一处右一 你给我撵出些 好好好 合适吗 啥不好时间就撵一下 事儿太多 撵出就撵出 撵出我就连我女儿走呗 那你就走呗 今天可是这条事儿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今天闹得就非常热闹 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喂 妈 我说海军 我来找百贵来了 我不是你妈 我不认识你跟海军 我看你让我见见他吧 我绝对不能让你见 我求你了 你让我见见他吧 不能说是 这你家做那些事情 你绝对不能让我女儿 嫁给你家的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你让我上楼上解释解释呗 不行 绝对不能让你解释 没有啥好解释的 我求你了 你让我见见他吧 我女儿嫁给你能幸福吗 我俩的事情 我相信我能做好的 你让我见见他吧 我看你是做不好的 我女儿不能嫁给你 我求你了 你让我见见吧 不行 妈 妈 接下来就请上来 你们看到的 这一段影像当中的 这个男主人公 和他久见而不得的 那个妈 来 各位 掌声有请 小薰25岁 来自哈尔滨 是一名店公 朱阿姨 今年50岁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站在你对面的那位是 她是我丈母娘 我不是你的丈母娘 干嘛你叫我丈母娘啊 事已经定来了 你干嘛还用那样 谁给你定下来了 你家出了点事对吗 事不都因为你吗 突然间你就上午去我家住啊 我对我女儿不放心的 我就得去啊 主持人你知道吗 在我们那边有个习俗 就是大礼和小礼 小礼就是两家老人 互相认识一下子 然后给她6000块钱 等于就给她见面礼 然后当天就给我的家 接过来啊 那刚才她说 您跟您闺女儿 住到人家家了 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过小礼了吗 过完小礼 把我女儿带到她家 我女儿四周小 我现在不想再 跟她在一起住 是吧 这对我女儿不好啊 再说你上我家去住 你应该告诉我一声 本来我家就是两时一厅的 你要是和我对家 住一个房间 就我爸和我妈住一个房间 我女儿在那 我必须对我女儿负责 我必须得去啊 我就去 对我看我女儿啊 咋的 您害怕你女儿到她家 吃了这小子的亏 是啊 那您干嘛让女儿 去他们家 领回家不得了吗 就这个习俗吗 过完小礼了 我俩就可以在一起住啊 谁知道你啥样子 你今天还要在一起住 你和这个姑娘 是怎么认识的 我俩是通过QQ聊天认识的 一起聊 然后我俩是跟起人的 有一天就见面了 见面多久之后 开始下了小礼 得有将近一个来月吧 一个多月啊 对 那人家母亲 当然不愿意 闺女儿跟你住在一起了 走这样 往那边全这样啊 你干嘛全都这样啊 你说她家出这些事 再说了 你给她住 你就好好住吧 你干嘛说 我是初中毕业的呀 你根本是 你就配不上我女儿啊 那你干嘛还要跟我爸 跟我妈到外面说呀 她是一个小学毕业 我女儿是中钻毕业 根本就委屈了我女儿啊 你又降一级啊 你说这因为你出的 像跟我女儿说 我那女儿的工作 可大连工作都不去干了 你呢 你也在家待着 那以后就你知道是能养 我只是为了养护俩 互相更多了解一下嘛 行行行 您就真住过去了是吧 是啊 我女儿住哪 我跟我女儿住哪啊 那就平常吃饭什么的呢 她做啥我就跟吃啥呀 家里谁做饭啊 我妈做饭 她妈做饭呀 这是我女儿 我女儿在家都不做饭 干嘛上你家去就做饭呢 当年你也应该理解这事啊 毕竟说我妈连媳妇在做饭呢 忙碌过来 那菜马上就要糊了 我女儿不上你家 你家不吃饭呢 你家不炒菜呀 平常我女儿去了 你就让我女儿 跟你家炒菜做饭呢 一开始订婚前说的可好了 不抽烟不喝酒 可得好 第二天出去 五七八夜都十二点多钟 不回家了 又出去喝去了 那我不担心我女儿 以后交代她收拾了 不是那样的 当初是我同学 我就过生日 我就给她过生日去了 然后就回来晚点 那你也不能说那样啊 你你就好了 哪样啊 她皮头三瓦的给门口 就这么事 就这么丑合 我家不业 往后来反过来了 我给客厅灯打住了 我就看到穿大吐鞋 啪啪 就这么往前走 妈可难听可难听的 我爸和我妈 当着人家屋就吵醒了 我干嘛不说呀 万一我女儿 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我不来气呀 那我电话 当时我没电了吗 但如果我俩是 进化了卡 我也没记住 你总是没有电话 你没记住 根本你还是没在意先生 等于说 您会觉得 她生活习惯 特别不好 是吧 是啊 那样是她跟我妈 只有一点小事 她也能吵起来 我妈就给她女儿 你说你也给我妈吵 是吗 那为啥炒新菜 不给我女家 干嘛给我女儿 加剩菜是 你说我俩照金红相 我跑个新开一家 跟我对象俩商量 我说去她那 去照金红相的 要照免费的婚纱照 那免费的婚纱照 能照好吗 我女儿 我必须 我得让我女儿 照相照得好一点 让大伙看得也好 主任不是她想象的 有吗 我们看看照得怎么样 这是免费的吗 不是 不是免费的 就这张相 她挑了 就是得有二十多件 那个挑成这么一件来 我必须挑啊 我女儿照婚纱照 我必须让她得好看呢 说给我朋友面前 我都下不来台 你那么说 你朋友重要 是你女朋友重要 她俩在我心中都感觉 没有一个 哪位重要 丈母娘重要 这就花多少钱吧 三千六百九九 人家照结婚照 有的都花五千到一万 我这不需要太高 不要她说免费的 我先让她花两千 让我女儿 起码讲话 照一会好一点的 是不是 这照得你满意吗 还行吧 那不就行了吗 没事了吗 没事了 是多着你 以前吧 我看着小伙也挺好 家庭吧 该哪是不咋富裕 我先少要点吧 我一看她家照结婚照 子口的一家 我先讲话 我要给彩礼上 我长点啊 本来我家就没有多少钱 我爸和我妈俩吧 东奔西斗的 凑够了十万块钱 马上国家里了 她家初上年要了二十万 我先为我女儿讲话 提高一点身价 看你家有没有点诚意 不是这二十万拿去干嘛呢 我是一分钱不花 也是给他们置办家务啊 置办东西啊 你这要二十万 她家也没给那么多呀 给了多少 我就好说好商量了嘛 然后那个就说了 啊那你家那个表态 然后那个就为了表态嘛 就给她要多了五万块 就十五万吧 就行让她给我家买 全都给了 给了给了给了 给了你说她家出这事 给卡是给卡 我先对这也就算对我女儿 有个诚意了吧 是啊 我和我女儿我就拿这卡 出去先够点物吧 给她家买个洗衣机了 买个空调了 给商店靠好东西了呢 你刷卡 卡里没钱 你说她家什么意思 刷我们一样吗 不是误会了 你知道吗 我妈给了时候就给错了 啊这叫误会 我看从来你家就耍人 那你现在什么意见啊 今天我妈 我妈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妈来了 小伙子的母亲请上来 来有请 这是小军的母亲 吕大姐 你好 你好 你不说你儿子 要你上来跟我解释吗 我看这回你怎么跟我解释的 本来就是那误会 我就给你拿刹了拿拿卡 你是拿刹你是惊影的 我看你这纯粹是刁难我们 拿刹行 那不是要你搅糊去吗 我干什么我搅糊的 那不是你搅糊 你不是说你家做那事好吗 左一出右一出 那你看我还 你又接着给你道歉 我就说 你就从哪我说 给我女儿要了五万块钱吧 你说那你 给你儿子卡 全都给没收了 拿卡还给我拿个 没有钱的卡 你什么意思 真的拿错了 向她儿子告状 要把我鞋子给撵出去吧 来来来来 我这女儿养老呢 你给我撵出去 好好好 好是吗 咋不好使呢 就给撵出去 是太多了 撵出去撵出去 我就离我女儿走呗 那你就走呗 今天可是这条词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还是你 还要的王一 他都得听你的 别抄了 来来来来 两亲妈 你俩别抄了 行不行 我今天我想跟我媳妇 说两句话 两位老人 这个做长辈的 要有点架子 让人小两口聊聊 来我们把这个 小军的女朋友小慧请上来 小慧 22岁来自哈尔滨 代家代业 过来 上我这帮来 回来 上我这帮来 那干嘛看你这些 喜欢这小伙子吗 以前挺喜欢的 后来为什么不喜欢了 因为他把我妈惹得也挺生气的 他以前做的事也挺让我伤心的 过礼之前你咋说的 你说你不抽烟不喝酒 过完礼之后呢 你出去跟他们抽烟喝酒 你妈过我家 你妈过我家喝了你吗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不记得你啥意思呀 你不要伤心吗 不担心吗 抽烟喝酒吗 不你 抽烟喝酒 那为什么骗人家 我以前抽的少 那你骗人家干嘛呀 就是把我骗到他身边呗 当时我俩处得非常好 他妈也挺看好我的 谁都突然间过完小礼就这样 没嫌疑你以后你变了吗 那不都因为你吗 别啥弄都赖我吗 大家都赖我呀 我现在就发现 这半个月我没找着你 你让你妈好像给洗脑了 以前我对你多好 你对你做的事不对吗 再说了 我就是一个妈 我不听我妈 以前我对你多好啊 他说他身体不舒服了 我可以顶大雨去给他买药 他不开心了 我可以逗他乐 你会逗乐 你把你丈母娘逗乐意我看看 我好像逗不乐了 年轻人事您干嘛老掺和呀 我干嘛不掺和 我女儿嘛 我必须得掺和 我大女儿在这吧 我喜乐糊涂就把我大女儿叫做 现在我大女儿特那类 知道吗 他孙女姐是自己出的对象 但是我们就不同意 怎么劝怎么说 他也不干 对那不是差的生活吗 对啊 结婚我们说 那你结巴不管了 现在呢 男人出去打工去了 各个家养好六十多头猪 还伺候两个孩子 你说 也伺候好几场地 你说 我觉得我大女儿特那类呀 我就觉得我小女儿 我不能像我大女儿那样了 她自己觉得幸福吗 我能给她把握 她自己觉得幸福吗 不幸福她也不敢跟我说呀 跟我说我就省得有一省省嗷嗷哭啊 就听您的就会幸福是吗 那也是背不住吧 听明白了 您这样是个什么态度 这姑娘您相中了吗 相中了 但是她妈老搅和 你往也没办法 又是我搅和的了 是吧 把身都往我身上腿 是不是啊 你做的事走对 是不是啊 我做的 我也没做错 对走你的事 好好好 姑娘 我看你这资料上面 说你现在待业在家是吧 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呀 那不为了跟她培养感情吗 我出去工作了 我俩不属于异地恋了吗 毕竟那样是话 矛盾肯定很多 本来我俩就出的时间比较短嘛 我得了解她这人 那你现在了解了这人了吗 算了解了 那你能客观地评价一下这人吗 但是人其实挺好 挺老实的 对我也挺好的 但是人中的有 他家做那些事情 就是听着我妈生气的 我听没什么事嘛 不就是加了一个中午剩的菜 给卡的时候给错了 那你看那个给卡给错了 我们去刷卡多没面子呀 那我妈能不生气吗 那道个歉不得了吗 来小伙子道个歉 说卡给错了 你总不能让你妈道歉吧 赶紧跟丈母娘道个歉 妈我错了 行了吧 没事了啊 姑娘你现在打算嫁给她吗 那得看她的态度了 把我妈很高兴来 我姐嫁得缘 不得只要我养老吗 她以后对我爸妈不好 我以后怎么养她老吗 我能嫁的吗 这样人我能找吗 以后养老吗 养 我会对她妈和她爸好的 妈妈的意思是 希望儿子把这媳妇娶回家是吧 是 相中的姑娘哪儿了 她上了家的时候 啥都帮我干 给我洗衣服 收入屋子 你看看 是不是 没等结婚 要我女儿上她家 要给她炒菜吧 那都是你脚会的吗 对啊你吗 你什么眼睛啊 你上了家家人可好了 上了家家人挂在脚会的 洗衣服做饭 好 她不这样过程又啥样了 你们有你脚会能吗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其实不是听明白了 是被吵糊涂了 听您老师们怎么看这个事 你们给帮帮吧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很理解这个女儿的妈妈 其实每个母亲都是这样的 都疼自己的孩子 大女儿可能真的让您心疼了 所以呢您是把更多的 对于大女儿的那一份情感 也都附加在小女儿身上了 但是阿姨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就是您觉得女儿嫁到别人家去 别人会怎么夸我女儿 我觉得我女儿特别孝心 孝顺是对您 但是当她成为别人家的儿媳妇的时候 您希望她的优点应该是什么 希望她有点对她婆婆跟我好吧 起码讲话让老人下半生吧 幸福吧 给老人次问好了是不是 让老人吃点好的 穿点好的了 其实阿姨真的你 其实本性非常善良 我也想跟吕阿姨说 您应该理解这个朱阿姨 朱阿姨真的不是故意要刁难你 真的不是 她就是心疼女儿 改天女儿真要嫁到您家去 成为您自己的儿媳妇 是半个女儿 您能够体谅这份 她对女儿的这个感情 其实她将来真的把女儿嫁过去 还是希望女儿能够孝敬您 像孝敬她一样去孝敬您 现在首先我觉得 应该的是给您女儿和那个小伙子 不是说着急过小定 还是过大定的问题 是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去接触一下 他们是不是合适 一个月太短了 我觉得您不是别人看得那么刁满 他们家也很实在 其实两个家庭都还是挺好的 但是前提是 气顺了是一种说话的方式 气不顺了就是另外一种说话的方式 但是最前提是 你们彼此都了解不够 您两个孩子之间都没有足够的了解 所以才会有今天所有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爱她 不在乎多等半年一年 我最后我老夫六年 如果你真的心疼你女儿 别着急去他们家考验她对方如何如何 让他们多有点了解沟通 您跟未来的这个准镜的亲平契合的 去沟通沟通比什么都好 一切别腻着来 我觉得这小伙子呀 第三下次求来的都不值得珍惜 你瞧你那样 公然是我太爱我对象 你爱你 你不到一个月 你爱什么爱啊 你真觉得你爱她吗 我现在已经处得离不开套了 你爱她什么呀 特打动我的 就是她上我家 就不用知识 就可以帮我家干活 行了 别问了吧 不问了啊 再问就彻底崩了 是吧 俗话说女追男 隔层杀 那现在我们看男追女呢 就隔隔妈 我们先跟妈聊聊天 您爱您女儿吗 爱啊 才认识一个月不到的男朋友 你就放心让女儿去他们家住 所以你放心 虽然是 我不放心呢 你还跟着去住 是啊 这叫爱吗 那怎么就不叫爱呢 我今晚女儿四十小 我不懂这些 我怕讲话受她的骗呢 那我教你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可以吗 首先带女儿回家 回自己的家 真正让女儿呢 去谈一场属于她的恋爱 您老被她做主 今后她怎么独立面对生活呀 必须得让自己一个人去判断 去选择 去爱 好吗 好的 小伙子 我真不认为现在你对她是爱 因为刚才马老师问了半天 你爱她什么 包括你母亲爱她什么 都是干活 你到底爱她吗 你爱她什么呀 她就是很本分 你爱她本分 前一支是说你她是啊 你在外头喝酒抽烟 胡胡躁的时候 跟胡鹏狗友闹的时候 你怕是啊 因为她在家里啊 所以你爱她什么呀 我真不看好你们之间的这段恋情 他们之间就是一句话 有礼而无礼 表面上要的是幸福 其实要的是地位 先说有礼而无礼 礼所指的是你们那个所谓的小礼和大礼 本来礼是一种尊重人的方式 但其实呢 在生活演变成了现实和金钱 倒显得没什么人情味 说无礼 先说丈母娘 虽然你爱护女儿的心切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你带着女儿住到南方家去 这是不是无礼 你参与在他们中间 告诉女儿 别干了 要地位 这是不是无礼 我不觉得无礼 我问问你 哪个女儿到别人家去 不要干点活 也没叫她干什么 翻翻菜 忙的时候 帮着石头石头 这有什么 没有道理 那要是会干了 以后不 那以后是以后啊 以后是以后啊 问题是你不能说 今天让你干点活 我以后一定会把她当奴隶使 我相信你如果有儿子 你也不希望 找到一个儿媳妇回家 是好吃懒做 啥也不干的 将心比心 男方太不诚实 有一说一嘴要对着心 你能不能理解 她是为了关爱自己的女儿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事 她为什么要搬过来 如果你想过你就能够理解 你就更应该做好 不应该出去喝酒 不应该那么晚回来 至少在这段时间 你不要这样去做 主持人 他跟我家发生种种事情 不管发生种种事情 这就是你的问题 是你要让她搬过来住的 就即使是你妈也是为了你受委屈 你不该承受吗 最后说到幸福和地位的问题 地位就代表幸福吗 很多嫁进来的时候 八台大轿台进去 等结了婚之后 百般的灵异 这凭据良心来说 丈母娘 你认为地位就一定等同于幸福 给你照一万块钱的婚纱照 给你八十万礼金 就能保证她一定对你女儿好吧 这是成正比的吗 关键是人品 这家人的人品怎么样 口碑怎么样 这才是最重要的吧 当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对你女儿的待遇高一点 可能你心里会好受一点 这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和真心 是不是喜欢这个媳妇 这是不成正的 不能作为唯一的代表 难道非要别人掏光 自己口袋里最后一个字 你就觉得这是重视了你女儿吗 未必 到相反是 现在如果他满足了你所有的要求 把所有的怨恨都堆积在心里 等他架过门去之后 对他不好 那你认为 哪种才是幸福 幸福不是得到的更多 是计较的更少 你看得出来 这个男生是很爱你的女儿的 他不会让他吃亏的 而他的母亲其实也是挺善良的 既然都已经看得出来 人家是有点低头的 就不要那么桀骜不逊 抓着一点礼就拼命讲 好歹以后他们要过日子 如果你们以后还要节庆家 干嘛要把仇节得那么深 你是想你女儿将来日子好过 还是不好过 你自己内心非常清楚 就这样 女儿有没有权利为自己的婚姻做主 有 儿子有没有权利为自己的婚姻做主 有 那两位请回吧 这才回归这个节目的本质 你们自己觉得仓促吗 我觉得我们那儿传这样 别说你们那儿 就说自己 你想到过他妈妈是这么一个妈妈吗 没有 你想过 你的男朋友 还有一些小坏 小不诚实 小小的坏心眼 你想到过吗 所以要了解 重新谈起 你们自己考虑 我们的意见都供参考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姐姐 媳妇 在你没有这个时间里边知道我什么的感受 整天吃不饱睡不好 整天险子你在哪 媳妇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 就给我次机会吧 我以后还会对你那么好的 你给我次机会吧 给我一个悔改的机会 再也不这样跟你妈俩吵架 其实我妈 以前对你印象挺好的 要不然不可能在俩 第一次前面上我 我就上我家去 把你介绍说是我对象 我妈有不对的地方 我希望你能理解的 毕竟她是为了我好 她心里是爱我的 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对她好的 我会对她好一辈子 你让我考虑一下 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一起来数五个数 来 5 4 3 2 1 请开门 今天真的不能没有你 干嘛哭得那么凄惨啊 只有我心里喜欢 我想跟他在一起 她问你妈的意思吗 我问了 我听我自己的 来 邀请小花童 感谢杰勒 我们俩为本节目嘉宾订婚 提供的套装礼盒 希望男嘉宾在心里对女嘉宾说 爱要有你才完美 感谢东尼佩吉为本节目嘉宾 订婚提供的钻戒 各位来见证他们的订婚仪式吧 姐妹 加油我吧 祝你们幸福啊 好好处啊 牵着手走的 看来这个反对是没有用的 做父母啊 真需要一些智慧 也许他们觉得那样就是幸福 碰到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 我跟她是两年前在一起的 可能是因为我 首先对她产生的好感 主动追求的她 所以在我们俩的感情里 永远都是我为她付出的多 我对她的爱 远远超过于她对我的爱 她特别小心眼 我跟朋友出去玩 给朋友打电话 说一些关于我们的事情 她都会生气不开心 她对我的事情从来都不上心 然后反而对朋友 和哥们之间的事情更上心 现在等我和她的哥们 同时需要她的时候 她永远抛下我 然后去先找她那些哥们 先帮助他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兄弟 难道她真是希望 我跟这些朋友绝交 她才满意吗 我觉得我们俩的矛盾 愈演愈烈 都是因为她的这些哥们 我觉得在他们面前 我就是个笑话而已 现在她又因为我的朋友 要跟我分手 我觉得她真是不可理喻 如果她还是以这样的态度 来面对我 我想我们俩 没有必要站在一起了 难道哥们比爱情还重要吗 在他们之间 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 来 掌声有请这对情侣 南州人公小了25岁 来自黑龙江大学 女主任公姚 要22岁 也来自黑龙江 也是一位在国的大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25岁 大四 21岁读的大学 之前在国外留学了一段时间 之后又跟父母在外头 做了一会儿生意什么的 父母还是希望我能上学 我就听父母的话 然后现在就回到学校继续上学了 小片里说是你追的她是吧 对 我先对她产生的好感 然后就加她各种联系方式 每天从早上起床 一直聊到晚上 怎么就第一印象 就产生了好感了呢 第一印象 感觉她人长得还不错 脾气也特别好 挺温柔的 我就挺喜欢她这种男生 你当时知道这女孩在追你吗 一开始不知道 后来有一次 她给我过了一次生日 当时特别特别感动 她身边有很多朋友 对她来说很重要 然后我就提前叫上这些哥们 然后又叫上我的朋友 提前买了一些装饰用的玫瑰花 蜡烛 从早上就开始布置 晚上的时候我就说 大家去个地方 她就去了 去了之后一开门 然后就所有朋友 那个给她唱歌 然后她看到那些玫瑰花 还有蜡烛就很感动 当时就好了 当时非常惊喜嘛 但是然后平时她对我 也特别特别的好 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是一起打工 一起做兼职 然后有的时候中午吃饭 我就没吃饱 男生吗 完了她就出去给我买 挺多好吃的 我觉得一个女生 对我这么好太难得了 我又叫上我的朋友 还有她寝室的人 一起帮忙 我在她楼下 摆了一个心弦 用蜡烛 然后又跟她说 我说我挺喜欢你的 咱俩在一起吧 我本来就喜欢她很久了 然后自己喜欢的人 突然给你表白了 我就答应了 刚在一起的时候 每天都很甜蜜 很幸福 但是慢慢我就发现 她有个毛病 就是我很难忍受的 她就是身边那些好哥们 她总把我们之间那些事 跟她们讲 不论是我俩生气时候的也讲 然后我俩 幸福的事也讲 然后包括我的一些 私密的问题 她也讲 我觉得有点变态这样 也没说什么 真的说了 有一次我去商场 买内衣 碰着那个 他们寝室老五的女朋友了 然后她女朋友就 就是我在买的时候 她竟然连我的尺码都知道 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呢 然后那女生说 我不但知道你这个 我连你腰上有个胎记都知道 我说这种事你从哪听到的呀 然后她就说 我听我男朋友说的 她男朋友不就是你们寝室的吗 那不是你说的 还能我说的呀 大家吃饭喝酒聊天 是吧 咱们都是男的 都知道你说喝酒聊天 就是喝多了吗 什么都说 但是不是所有人喝多的时候 都把这个往外说呀 那你知道 你那些哥们的女友的这些 那人都不说你自己往外说什么呀 当时喝多了顺嘴一说 她总是说自己是顺嘴一说 但是她当我面也说过一些 不应该说的话 我俩一起出去旅游 晚上停晚了 十点多可能才到住的地方 她一进门就开始给石油打电话 都在说 我们俩今天去哪儿玩了 我俩在哪儿照相了 不累呀 又看了什么 寝室的好朋友吗 他们也没来过 给他们介绍介绍 顺便秀下我俩甜蜜 不是 这些秀甜蜜 我也喜欢 但是你不用什么都往外说 她竟然给你打电话说 哎 你知道吗 我跟她在一起两年多了 我今天才发现她有一个毛病 就是她上完搜索 竟然没洗手 你说这谁能受得了 这种事你往外说什么呀 这不是因为喝多酒了吧 闲聊嘛 大家聊天嘛 都是不好朋友 你说什么都行嘛 我就觉得在她朋友面前 我就好像一个 就什么秘密都没有 就是透明的人 是个笑话 就是我跟他们一起 也聚会过几次 我感觉我每次一去 他们就好兴奋 他们那些朋友 竟然连我俩第一次约会 做了什么 在哪儿 我俩第一次接吻 是怎么发生的 第一次接吻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 这个我特别喜欢跟别人说 真的 你看看那种状态 我俩出了一段时间嘛 然后我就觉得她去看电影 正好就是电影里面接吻了 我听这好机会 行行行 能不能不说了 就是在朋友面前说 然后来这儿了还说 你看她那一脸兴奋 然后我都知道她在朋友面前 什么有多猥琐 你们主持人是不是很好听 感觉特别特别甜蜜 到她这会儿 这点事就不能跟别人说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你其实在 跟你的这些朋友 分享这些点点滴滴的时候 是想告诉大家你有多幸福 你的女朋友有多好 我真的很喜欢她 所以跟大家说 我觉得她要是分享 那些甜蜜的话 你可以说我对她有多好 生活上对她有多照顾 不至于把这种问题也往外说 这种两个人事情 就两个人在心里回味就可以 为什么非跟她们分享 我跟她谈恋爱 又不是跟那些人谈恋爱 这件事我俩吵过好几次 然后我也跟她道歉了 她对这种事情很上心 但是对于我们俩在一起 比如说什么一周年 一个月啊这种这件事 她都不记得 那些事情对她来说比较甜蜜 周年觉得不甜蜜是吧 那也不是 周年的时候 哎呀反正就是当时 真的没注意这些事 她知道我喜欢打球 然后给我买了一双 我挺喜欢的球鞋 她说是咱俩一周年了吗 我说啊一周年了 太快了 我都没注意这些东西 挺正常的 谁听了能开心 她不但就是记不住这些 然后就是情人节 她也不记得 那你说满大街都在过情人节 她不知道吗 那天我不是陪你出来玩了吗 那也是我给你打的电话 我约你出去 我说咱俩出去看个电影 逛个街 然后你才出去的 出去之后还问我说 这怎么今天这么多卖花的呢 我觉得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 我说今天是情人节 她说啊情人节呀 我说你在那儿啊什么呢 这是你男朋友 应该有的态度吗 情人节一个外国节 你过的干啥呀 就每次他都这么有理 就觉得那些周年纪念 我不会查着日子跟你过 然后那个情人节 这些是外国人的 你中国人不应该过 那起码我生日 你应该能给我过过吧 就生日在这两年 就没记对过 我没给你过过吗 上次谁 谁给你过的啊 你记对过我生日吗 提前一周就给我发短信 说祝我生日快乐 我给你打电话 我说今天是我生日吗 你是不是发错了 她的意思是倒计时 对对对 她不是这么说的 她说记个大概就行了呗 非得这日子干嘛呀 现在问的她也不知道 我生日是哪天她不知道 12月份 我生日是1月份 根本就不是12月份 农历吗 12月份吗 我生日什么时候 她不记得 但是我问她 我说你跟你这些 室友啊 还有好哥们 你们一起组建 这个篮球队 哪天建立的啊 就立刻能回答出来 现在问的她也知道 天天都跟好朋友在一起 谁都能知道 就是说明朋友 对她来说比我还重要 那倒不是 那倒不是 肯定不是 朋友重要还是她重要 都重要 我跟她逛街在商场里 你说挺开心的 两个人出去约会 然后她朋友打了电话 她就走了 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商场了 朋友打电话 跟我说三缺一 人等挺着急的 我能不跟人 什么三缺一啊 麻将 周末出去跟朋友打点麻将 我也不能每个周末都陪她吧 朋友找我玩 三个人等着我 还有特别过分的事 我们俩的矛盾剩 都是因为她朋友 我跟朋友聚会到很晚 然后我说你来接我一下 行不行 我今天倒挺晚的 我自己有点不太敢回家 然后她就说 别的女生也都照样走 就你不行啊 你怎么那么特殊呢 就你那么娇贵啊 你说这是男朋友说什么 小学生也不会 身手打车吧 你不会 用我教你吗 就是每次她都这样一个态度 说让我怎么原谅她 然后我就生气了 她又是来 我哄哄我 可能我也就都生气了 但是结果她派过来 她的所有那些兄弟 一顿质问 就是打着巧姐的旗号 在那块质问我说 你怎么那么能辨呢 谁派他们去了 人看他俩正在火器上呢 见面又吵 吵了又分手 他们怎么那么好心 每次都过来啊 我好朋友啊 人都关心我 然后到你那块就不对 什么都不对 对我就是跟你在谈恋爱同时 也跟你一群哥们在谈恋爱 有问题也得他们来过来哄我 私密他们也都知道 没有 他朋友就在那质问我说 他那么好一个人 你怎么总是这么不满足呢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的目的就是 我父母在北京 希望我毕业之后去北京工作 但他希望我留在哈尔滨 陪他一起奋斗 每次都把我扔下的人 有什么安全感 让我陪着他一起奋斗呢 我觉得去我父母那 应该对我来说 是个更好的选择 是已经想好了要去北京 还是说如果他改变 他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你也不排除留在哈尔滨 也有这个可能 因为毕竟开始是我先喜欢他 所以说在我俩感情里 我对他的爱远远要超出 他对我的爱 好 你怎么个想法兄弟 当然希望他继续留下了 你说大学毕业了 这些好朋友都走了 身边只剩下他了 我肯定会有更多的时间陪他呀 他就等不及了那种状态 就是他朋友都走了 才能轮到我 我就是始终处于 给他们让地方的那种 你心里有他吗 当然有他了 如果要没有他 我今天继续来这个节目 就是希望挽留他吗 一定不去北京是吧 我就是希望能在 就是自己家这边做点什么 毕竟说那边人生地不熟的 在这边我就是他如果一定要求你说 你陪我去北京 你会怎么选 这个我没考虑过 不是你现在考虑一下 面对一下 现在的想法还是想留在这边 我真的希望他留在哈尔滨 他也很喜欢这边 就你希望什么都合你的心理是吧 如果他留下了 那你还是割舍不了 跟朋友那些感情怎么办 当时朋友就也不能像 就是平时在学校啊 在哈尔滨这么随便玩了 看起来是一些爱情 和友情之间的冲突 实际这个背后 可能还藏着更大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 我们老师们的一些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觉得也许是你的女朋友 真的对你太好了 今天回家以后 你好好问一下你自己 你是不是曾经 害怕失去你的那些兄弟们 但是你从未担心过 会失去你的女朋友 一如你的父母从小 从你生下来就对你那样好一样 所以你都从来没有担心过 他有一天会对别人这样好 会再也不理你 那个时候后悔可能再也来不及了 女孩子的忍耐力是很强大的 他可以一直忍你的缺点 当有一天他崩盘的时候 抱歉没有了 你回家一定要好好去思索 这样的一个女朋友很难碰很难碰 要珍惜 在你们两个故事里 我觉得你更像个女孩 一直是那种被呵护 在索取的那样的一个角色 尽快地彭书起来 我听他们在讲这个 小儿女情长的故事 沉浸在自己大学的回忆中 我和我的大学 一个特别好的哥们 我们俩在食堂 同时看上了一个漂亮女孩 我们俩就坐那儿商量 一边吃着红烧肉 一边商量 你追我追啊 他说你追吧 我说要不你呢 说那行吧 然后就他追了 当然追到手之后 必须跟我们分享 这个女孩的哪好啊 有什么特长啊 这是大男孩之间 特有的一种炫耀 接下来咱说点大事 毕业以后 面临工作选择的时候 朋友是可以分隔两地 十多年不见 见面依然像手足一样 但是男女两个人 不可能分隔 而且能保存那种美好的感觉 如果你父母 以及你自己的心 已经定了要去北京 这个男孩再怎么都留不住 除非他跟你一起走 兄弟你明白吗 我倒不想谈 你是要去北京 还是要留在哈尔滨 你之所以要出现 这样的问题的困惑 其实是因为 你现在已经感觉到 男方对你的爱并不成熟 当男方没有得到女方之前 从早聊到晚 从来没有见到 那个兄弟的事情 会影响你们俩的亲亲密密 一旦得到了你之后 你发现他变了 因为他现在自己知道 他可以高枕无忧了 为什么对那些社交活动 那么起劲呢 因为他知道 一旦如果他不起劲的 去维护他的社交关系 他会出局的 但是他恰恰忽略了 如果在爱情当中 如果他不持续的 对另一方保温的话 迟早 你也会出局 现在毕业了 面临着两地的问题了 危机就出来了 所以小伙子 你要让自己的爱情成熟起来 知道吗 炫耀得瑟是要有度的 因为你过度的去炫耀 那就暴露自己隐私 情理双方的隐私 是自己的财富 也是对对方的尊重 你这点做不到 你就是不成熟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女人会对那些特殊的节日 那么热衷吗 其实他们是要对那些 好日子的回忆 激起对爱的一种补充能量 一种信心 他们是希望这种爱的感觉 是持续一辈子的 而你没能给他们 他会觉得你爱的不踏实 送你一句话 炫耀要有度 兄弟要有戒 爱人必须要有心 如果你能证明给他看 你有这颗心的话 我想去哪儿的问题 一定会得到妥善的解决的 我问一下南方 你的朋友会跟你分享 他们女朋友的内衣尺寸吗 不会 你每次在他们面前 说这些时候 你们的朋友 是什么表情 笑 你的朋友会不会在后来 甚至是起哄 主动要求你说出这些 那样的有 很多时候 其实你在你朋友面前 是个小丑 虽然我肯定你们之间 是有真挚的有意的 我们经常逗小孩子说 昨天晚上你爸爸跟你妈妈 亲热了没有啊 小孩可能会说 但只要大人跟他说了一次 说这是爸爸妈妈的私事 是家里的事 不能跟外人说 他下次就不说了 你连个小孩都不如 除了是炫耀之外 其实是你根本 就不懂事 不知道什么叫秘密 什么可以分析 如果当你的女朋友的朋友 同性朋友 闺蜜 知道你屁股上有块巴 当着你的面说出来 你做何感受 觉得挺丢人 挺美面的 再比如 你的女朋友和你约好了 去哪个地方 过哪个纪念日 她突然有事走 把你一个人扔那 你做何感受 心情肯定特别不好 所以说你做不到 将心比心感同身受 你不会为别人着想 但凡是每件事 你站在她的角度着想 你就干不出来这些事 你比如说 我说话之前想想 这句话说了 我女朋友会不会 在我的朋友面前尴尬 你想了 你就不会说 如果你想到 我要是记住她的生日 记住我们之间的相识纪念日 跟她好好过一过 她就会很开心 你就不会这样子 你做不到感同身受 就是你太理所当然了 所以再一次证明 男人得到的有多难 就会有多珍惜 所以那个去不去北京的问题 根本不是问题 不过是一个态度 和你脱离群体的一个真正 刚才屈卫老师送了一句话 我也送了一句话 有些看似你拥有的东西 其实你未必拥有 有些看似 即将要离开的东西 也未必要离开 不过是看你心里面有没有 对于你来说 把不把握住 这一切的幸福在你手中 就这样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关心那么多老师 靠我这么多话 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 还有半年的时间 我们就毕业了 我希望这半年的时间 我能重新让你认识我 重新呵护你 重新珍惜你 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舍不得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很在乎你 咱们俩在一起两年了 之前都是我一直在喜欢你 说到要分开 我也很舍不得 但主要是 你没有一个态度 让我觉得 我应该留在你身边 我也会好好做 让你重新认识我 就这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 原谅我吧 别离开我求你 你真是要怎么受伤 我真的怕你一想 你真的走了 又不转回来了 怎么办呢 我以后再找着 还有谁这么喜欢我 这么爱我 求你了 别走行吗 走了再追啊 你还爱他 你不去追他吗 回去吧两位 请回吧 姑娘你看被动多好啊 请关门 有人说恋爱啊 是练习着去爱 在这个舞台上 很多年轻人的爱情 恰恰 帮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5 4 3 2 1 请开门 好 谢谢你 你离开我 我会慢慢长大了 跟你去北京都可以 吓我一跳 她出来没那样是吧 我选择再相信她一次 考虑好了哈 北京也去啊 去 哪都去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有请 把那个戒指给这个叔叔 感谢杰莉娅为本节目嘉宾订婚 提供的套装礼盒 所以当你把这个送给她的时候 他们希望你对她说一句话叫 爱要有你才完美 我们要感谢东尼佩吉钻石 为本节目嘉宾来提供 这样一个订婚的钻石 接下来就是属于他们的时刻了 各位来 请见证 杰莉娅 感谢你带着一次机会 我会一直爱着你的 重新珍惜你 杰莉娅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但是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祝福两位 谢谢你们 谢谢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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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持人